好,各位同学,大家好,那出号反应的种类非常的多,各式各样的出号反应非常的多。 那我们前面有谈论了一些这个generic的出号反应的mechanism,以及他们在一些limiting case 的这个行为是怎么样的。 那其实大部分的出号反应都可以被套到那个框架,或者用类似的方法去分析。 所以吹号反应虽然非常的多,但是呢,这个最后很多行为跟架构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就是第一步是跟吹号剂的反应,然后第二步产生product,这样的方式去描述它。 那有一类型的出号反应,是值得被我们特别拿出来讨论的,那就是酸碱。 Acid Base Catalyst Catalyst。 所以涉及到酸跟碱的催化,其实大家在谈酸碱的时候一定不意外,或者说一定很熟悉的就是酸碱会有酸碱平衡的关系。 甚至于假如你今天这个水溶液,或者任何product,也就是说可以有酸碱性质的溶剂里面发生反应的时候, 那这个溶剂呢,其实会参与你的酸碱的平衡。 所以今天假如你是一个酸碱化反应,或者碱碱化反应的时候, 你的系统里面的这个溶剂,它的一些性质,它的这个解力常数k, 在水里面就是kw,它也会被引进到你的kinetic equation 里面来。 然后,但是因为酸碱的反应通常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那个平衡永远是成立的,然后来处理这个体系。 所以这边在谈Acid Base Catalyst,其实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酸碱化或碱碱化其实是可以并行在一个这个反应的体系里面。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酸碱的反应非常的快,而且常常会跟溶剂有关系。 那会造成这个溶剂里面的这个pH值。 比如说那就会影响你反应速率,看到反应的行为。 所以这是我们这边要特别来讨论的一个点。 那另外当然也是因为酸碱化或碱碱化反应在化学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假如学过有机化学的话就知道说,有机化学里面很多反应。 其实呢这个酸,Proton,或者Base,这个一开始把一个Proton拔掉。 这样的碱,它其实是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所以它们代表着一大群非常非常重要的催化反应。 那它们有特别的pH dependence是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段落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首先就是不管你是酸碱化或碱碱化的反应。 事实上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统一的框架里面。 这框架就是我今天假如有一个subtrait。 然后它可以有不同的催化路径。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是说,这个subtrait再加不同的催化剂进来的时候呢, 它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Protonation Surface。 那它今天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也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然后这些不同的这个走的可能性, 我们就说这个Multiple Passway。 Independent。 我觉得它是个parallel的relation。 所以你可能有一个没有催化的情况。 没有催化的情况。 然后它会变成product。 你也可以说,那我有一个这个Proton催化的情况。 所以你这边有KH症。 然后在Proton存在下,它可以变成product。 所以这是个Acid Catalyst的relation。 另外呢,你也可能是在一个Base OH-Catalyst的情况下,形成product。 然后这边就会跟OH-的浓度有关系。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反应的体系底下, 我们其实可以把我反应的rate,可以写成。 这是一个parallel的relation。 所以rate就是所有的平行的rate一起加起来。 所以它的rate呢,就是K0。 那K0应该就是跟subtron的浓度有关系而已。 加上KH症,然后H症的浓度。 当然也会跟subtron的浓度有关系。 加上KOH-的浓度跟subtron的浓度有关系。 那这个答案就可以写成了。 所以我们这边假设说, 我们会看到的现象是跟subtron的浓度成一次关系的一级反应。 那这样的一级反应里面呢,就可以定义出一个, 这个effective的reconstant。 那请注意我们这样在定义的时候呢, 这边的KH症,KOH症, 它们是属于一个聚观的实验上测量得到的, 这一个reconstant。 这两个呢,并不是elementary。 对,reconstant。 假如我知道它是elementary relation, 我就可以透过全state theory等等的, 从围观的角度去计算它。 但它今天假如不是elementary relation, 你就必须要把它的酸吹化过程, 所有的细部的细节全部列出来。 所有的elementary relation列出来。 然后再去回头来看它, 这些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酸吹化的可能, 它的真正的reconstant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就可以回到前面, 我们讨论过的这个generic mechanism, 里面去讨论它, 看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催化的性质, 我就得到一个势子。 所以这个都, 就是说基本上, 对应到围观, 就不是问题。 对应到围观就不是问题。 是不是问题的,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先定义一个聚观, 的这个, 这其实就是一个apparent, 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 就是用apparent的reconstant。 所以我现在, 重点是我现在得到的结果就是, 我会得到我的reconstant。 这个整个, 我去实验测量后, reconstant会是, 有这三项, 加起来。 这三项里面呢, 就会跟H正的浓度, 跟OH2, OH4的浓度, 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假设, Water, 的Solution, 因为水溶液, 假设在水溶液, 但这边你不假设水溶液, 在其他的溶液里面也可以, 也可以, 只是, 我们等下有kw, 但是其他溶液, 其他的溶液里面, 他就有不同的解力超速, 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的, 水的话就, 当然有水的离子机, H正浓度, 跟OH- 浓度, OK, 那在25度C, 一大气压底下, 就是10的-14嘛。 那, 我们现在这个单, 在这边不重要, 这边真正的重要点是说, 所以OH-跟OH正, 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把两个呢, 都换成H正, 所以这是K0, 加上, KH正, 然后H正浓度, 加上, 那这边就是KOH负浓度, 乘上, 水的解力超速, 除以, H正浓度, 所以我得到一项, 是, 跟H正成正比, 另外一项呢, 是跟H正的浓度, 成反比, 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 让我们再去, 两边一起取LOG, 那等下是要跟PH值, 去做比较, 所以我这个LOG, 这是取10, 为基底的LOG, 就会有一个, 三个项, 的关系, 而且很明显, 这有一定的PH Dependence, 就是我们这边要讨论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在, 不同的, 这个, LOG K, 在不同的, PH, 的关系, 所以我真正想要画的是, 我希望我们画LOG K, 对, PH的做图, 对,PH的做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那个公式里面, 反正三项嘛, K0项, KH正, 乘上H正浓度, 然后, KOH, 负乘上KW, 除H正浓度, 所以这三项呢, 在不同的PH值的时候, 它的大小会有所不同, 首先呢, KH正, 跟KOH负, 应该都要比, 这一个, K0还要大, 所以才有催化嘛, 所以, Catalyst, relation, 那, Catalyst Relation, 表示我的, KH正, 跟KOH负, 要剩大于, K0, 所以我们在, DPH值的时候, 那DPH值的时候呢, 我的KH正, 跟H正, H正浓度大嘛, H值低, H正浓度大, 那就会剩大于, H正浓度大, OH负浓度小, 所以, 剩大于K0, K0, OH负, 然后, K, W, 除, H正, 浓度, 其实就乘以, OH负浓度啦,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的Log K, 就会变成, Log的, KH正, 然后, H正浓度, 等于Log的, KH正, 然后呢, 加上, Log的, H正浓度, 那Log的, H正浓度, 当然是, 負的PH值啦, 所以Log的, KH正, 减掉PH, 诶, 它跟PH, 是呈现性的关系, 而且斜率原来是-1, 所以在低PH的时候, 我等一下, 空给这边是低PH, 原来是高PH, 它会是, 斜率是1, 斜率是1, 那, HighPH, 你现在可以想像啦, HighPH的时候呢, 我的, H正浓度很低, 但相对OH负浓度高, 所以OH负, 这一项, 会甚大于, KH正, H正浓度, 还有K0, 你想想看, 我PH假如从0变到14, 也不用变到14, 我从2变到12, 这中间是, 10, 10的十四方, 10个OH的, 的PH值, 从10的-10, -2, 跑到10的-12, 差10个OH的, 所以这差10个OH的浓度变化, 当然可以让整体的速率, 中间反映出来的速率, 有很大的改变,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看的就是第二项, 我LogK, 我LogK, 会变成, 现在变成减耐向的, 变成减垂后那边是重要的, 所以是KOH-Fool, 然后, 加上LogKW, 然后减掉LogH正, FoolLogH正就是PH, 所以是LogKOH-Fool, 所以它跟PH呢, 也成性性的关系, 而且这个弦率现在是正义, 正义, 所以在这边我说, 这边是正义, 正义, 所以这个是, slope, 复义, 这个是slope, 正义, 那中间呢, 这个我们把它叫MiddlePH, 那MiddlePH, 其实比如说中性的时候, 水溶液中性PH-17, PH-17, H正浓度跟H负浓度是一样的, 都是死的负气, 都很响, 都很响, 所以这里面就有可能我的K0, 反而会胜大于, 我的KH正, H正浓度, 还有KOH-, OH-浓度, 因为H正浓度跟OH-浓度, 这时候都是小的值, 所以我的LogK, 我时间上看到的这个Rate, 事实上会更, 我刚刚没有Catalyst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 假设这个是地方有个这样子, 情况, 那这中间当然会平缓的, 拳击型过来, 那这个中间拳击型的细节, 我们就不用讨论它了, 然后这个, 平的地方, 事实上是LogK, 它LogK, 然后它这中间会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Minima, 的Rate, 出现的地方, 最低点, 还是很小小, 但是还是会有一个最低点, 出现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PH Dependence, 那这个PH Dependence, 当然在实验上就很容易去做啊, 我只要调不同的PH值, 测它的Rate, 不同PH值测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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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先抓出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知道, 没有我催化的时候, 是怎么一回, 的速率是怎么样, 然后有催化的时候, 各自的这一个, 各自当我的PH值, 一边呢, 事实上是到PK, 呃, PH等于0的时候, PH等于0, 对应到普通浓度呢, 就是EM的时候, 另外是对应到, 这个PKW, 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就不用去, 讲太多, 然后, 我们就可以去把他的, 这一个, 意思也就是说, 我去做一个PH Dependence, 我写下来好了, 所以, LOG KVS PH, 我们可以把K0求出来, 可以把KH正求出来, 可以把KH-也求出来, 因为这个就对应到一个特定值, 它的, 那个, 大小, 有多少, 所以, 公司都在那边, 可以求出这些数字出来, 那这边还有一个有趣的结果, 这还有一个有趣的结果, 就是刚刚的这个, MiddlePH当最低点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的Minimum, 这个, 我们的Rate, Rate, RateConstant, 是, K0加上, 这一个, KH正, RateConstant, RateConstant, 加上, KOH- KW, RateConstant, RateConstant, KH正,RateConstant, RateConstant, RateConstant, 想一想,为什么是这个情况 其实也没什么太困难 你把它找出,你是拿了pH值的时候 这个整个会最小 就可以了,这个结果其实蛮单纯的 蛮容易可以得到 但是这个却有个有趣的结果 因为当这个存在的时候 这个存在的时候,那我们把这个叫做 H振浓度的minimum minimum rate 的时候 的potent concentration 所以你做个pH dependence 然后你看你测到rate最低点在哪里出现 然后我的potent concentration 我就知道 那个potent concentration就是我这边第一个minimum 然后我那个是实验上可以测量得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实验上呢 就是可以测KH振 KOH- minimum的这个concentration 所以我们可以算什么 我们可以把kw也算出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的kw 我的这个 dissociation constant 就可以从 我稍微移向一下 把这个 把这边都全部移过来 全部移过来 所以下面呢是k 我的h振 其实会出现在 我把这边移过来 这个移过来平方 移过来开根号 所以是kH振 kOH- kw 开根号 好 那这个公司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 把kw 算出来 ok handsup can be used to calculat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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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刚提的这个behavior 在低pH值的时候是酸催化 在高pH值的时候是减催化 所以他们的rate都会比 本来的k0还要大上许多 这是log scale 所以大上许多 那我们可以更general的来看 所以general the situation 我同样可以去画刚刚的这个log k 跟我的pH 有关系 首先一种情况呢是 当我的 这一个 k0是非常小的时候 然后 你事实上会看到一个图 它还是会有一个minimum 的pH值 然后它是从 这些red constant 跟kw 所决定的 但它再一变 这时候它平的地方就会很傻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图 minimum就出现了 我们看到这两个段 就接在一起 所以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 对应到的是说 当这个体系呢 这个体系 这边也是slope 是-1 这个slope 是1 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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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情况 表示说 我的k0呢 是剩小于 kH正 kH-4 kOH-4 ok either 这个acid or 这个base cat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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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催化剂 catalyst 是这个催化反应这个过程 cat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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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 那今天当然有可能一些情况 是 譬如说 我的 酸的部分 其实呢 不太催化 所以我pH低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用 等到pH高的时候呢 才有 催化反应 發生 所以这个情况 事实上 是我的kOH-4 剩大于 k0 然后 又剩大于 k0 比 KH正 还要大 所以今天呢 酸催化 是薄 可能只有- 才可以催化 所以这个是 bass catalyst bass 所以这是一个 碱垂化反应 的情况 所以它这边 就会平掉 酸的时候呢 反应速率不会增加 那当然有可能相反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 只有酸 才可以催化 所以我的kH正 是剩大于 k0 碱的时候呢 反而不能催化 所以 OH-4 的rate 这个是很小的 很小的 那这个就是 acid 只有酸 才可以催化 这个反应 所以虽然是 看起来 一个很简单的结果 就是 我们考虑了 一个 可以有 不催化 酸催化 碱催化 的这个 parall reaction 那 出来的结果呢 却可能 在pH dependence 上面 有些很多有趣 复杂的结果 那 刚刚讨论的这些结果 其实 也可以跟前面的 这个 我们谈到的 general mechanism 去做 连结 那首先呢 我们要讨论 那 我们要讨论 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前面有讨论过一个 这个 非常general的情况 catalyst 加subtrain 变成 这个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其中一个 再拉出来 最后变成 这个 product 夹杂的 这个前面提过 的 然后这个 macam的一些行为 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 那在酸碱催化呢 其实完全可以掏到这个架构里面去 我们来 考虑几个不同的情况好了 所以我们假设 就是考虑acid cat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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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 然后在 酸碎化的时候呢 我们讨论两个不同的case 两个不同的case 一个呢 是我的proton 是transferred to solvent 所以你酸碎化 这个proton 跑到 跑到你的subtrade上面之后 然后 第二步 产生product 产生product 之后 这proton要再丢出去 所以是丢给谁 你可以丢给solven 当然另外 你可以proton transferred to salute 就是回到反应物 的身上去 那 protontransferred to solvent的这个 macam就可以写成 我一定是有个bass 它上面呢 接着一个proton 所以特别强调这个proton要出来 所以我把proton写出来 这不代表说 两个电是带一家真电的 这不代表 它的总电荷素 这只是要强调 你有个proton在那里 所以这个呢 加上我的subtrade 因为是酸碎化 酸碎化 那这一个proton 就要被转移到subtrade 上面来 这第一步一定是要这样发生的 所以就算是 就是刚刚讲的另外的这个macam 第一步也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当你这subtrade 被protonated之后 它开始有活性的 它就会发生反应 然后发生反应 然后发生反应 因为初号反应嘛 所以初号反应完之后 在第二个case protontransferred to solvent 它就把这个proton丢给solven 那这个时候大人 就变成 然后变成product 加上H3O 这个solven被protonated 另外一种情况呢 那就是 我被活化了以后 的这个sh-subtrade呢 再跟 这个bass bass就是刚刚的那个salute 的内容 反应 然后它再变成v 加上vh-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macam 但是跟刚刚的这个 前面的 generic macam 是不是 一模一样 所以我把macam 写出来以后 完全可以跟刚刚一样的处理 去处理整个细节 所以刚刚我们前面的这个 KH 症 因为这是 acid catalysis 的 这个KH 症 就可以 这样子 就套用前面的macam 然后就把KH 症 算出来 那你也可以有bass 的 ok 那这当然是要对应到 刚刚的OH4 的部分 ok 那 是 简催化的话呢 简催化的话呢 那你最后是要去抓 proton 所以我的proton transfered 刚刚是transfered to 你才减出 要变成transfered to from 然后从哪边 抓proton来回复 from solvent 所以从solvent 抓个proton 去抓一个 ok 那这个情况当然就是 你一开始有个bass 加上 我substhered上面 现在就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proton被抓走 所以才简催化 抓走变成S- 加上BH 症 那S- 就会去跟水 产生 抓一个proton p 加 OH- 所以这边就是刚刚谈的 transfered from solven 的部分 那slute的情况就是 第一步是一样的 但是第二步的时候呢 我这个substhered 它proton被抓走以后 反正被活化 反应 然后反应到最后 可能还是要再抓一个 proton回来 才会形成product 所以这也是一步的可能性 那这两个情况 是 简催化 同样的我现在没可能确定呢 我们前面generic making 那边谈论到的公司 可以被拿来使用 然后把KOH- 去计算出来 好 所以前面的generic making 已经描述了所有的 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讨论 你是一个 Arenius Intermediate 的时候 这condition的时候 然后high concentration 然后low concentration 出来的rate 会是怎么样子 再来 你是vanhofer intermediate 用steady state的时候 然后你是 你出来的结果 又是如何 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困难 对不对 那 最后的话呢 最后的话呢 是 一个简跟酸的催化 其实可以更复杂一点 所以你是可以被 催化 by conjugate and set bass pairs soy 下意思就是说 你除了oh-h正 可以被催化以外 假计 假计你有一个酸进来 所以你的ha 解离 变成h正 加a- 的这个过程中间 你的a- ha 这个是acid 跟它的conjugated base 也可以参与 你的催化反应 所以我们刚刚的substrate 现在有k0 kh正 koh- 还有kha 还要有kf 去参加 所以你更多了 那更多 其实 这个复杂度 就只是在把它加进去而已 所以你的rate 就变成k0 加上kh正 h正 加上koh- koh- 加上kha ha 加上k a 等等 等等 所以 就多余的这一些项目 也是没有错 但是 是看起来是比较复杂 但是 刚刚这两个呢 是可以用 我的 这个 kw 可以去换算 对不对 这两个 那这两个呢 关系呢 关系 跟我的 这个k a 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最后呢 最后呢 这整体其实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 我们加多少 加多少 我的这个acid的进去 然后 ph值是多少的时候 然后 它的这个rate 现在会有哪一项 去胜出 同样的 从这个公式 parallel reaction的公式 也可以被讨论出来 那 比较复杂 比较tidious 但是其实 困难多呢 并没有 差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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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